今天是住防疫旅馆的第十二天 昨天接到电话 今天早上要坐防疫计程车 去附近的医院做PCR的检测 前天已经在旅馆做了自筛 又是一个艳阳天 气象预报说 会有台风快要来了 希望一切都平安 今天早上风真的蛮大的 接到了防疫计程车司机的电话 在防疫旅馆十二天 今天第一次出门 要去做PCR的检测 医院外面等了半个多小时 他们有轮到我去做检测 从医院做PCR检测 回到了防疫旅馆 外面是三十多度的艳阳天 我在医院外面的急诊处 帐篷下面等了一个多小时 才轮到我 医生说他要帮我挖鼻孔 检测结果可以从手机的APP 去知道 在防疫旅馆 一共要住十四天 我正在倒数天数 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